肖长分两种 一种叫初级肖长 什么意思 这个环境第一次发生肖长 第一次 以前都没有生物 所以叫做原先没有生物的不毛之地 终于有出现来 出现生物了 第一次肖长 那所谓的次级肖长是指 这边本来有生物的 只是这些生物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生理火灾烧光了 或是什么原因 不见了 我重新肖长 所以次级肖长有可能是第二次肖长 可能是第八次肖长 可能是第2220次肖长 都叫次级肖长 那如果是初级肖长 它的速度很慢 历史比较久 时间比较长 为什么 来举例吧 假设这是初级肖长的例子 初级肖长的例子 不外乎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火山喷发形成新的火山道 或是火山岩浆 把整个地表盖住 变成很厚的大岩石 或者是大地震 把深埋在地壳下面的大岩石 搬到地表上 这个岩石上完全没有土壤 没有生物的痕迹 这是裸岩 所以初级肖长是裸岩开始 既然是裸岩 最先进来的生物 当然就是第一了 因为只有第一或险胎 可以在石头上生长 草还不太行 那第一险胎长得差不多 石头被分化得差不多 草本植物才进来 才逐渐累积土壤 而土壤的累积 很花时间 当累积要够多了 我的灌木跟桥木 才逐渐进来 所以它的历程 很复杂 很多阶段 所以时间比较久 所以初级肖长耗时比较久 你要重新累积土壤的 比较麻烦 好 这也是一样的 初级肖长从裸岩开始 但如果今天这个环境 本来有生物 比如说森林 因为火灾 变成一片焦土 可是地上那是土壤 那不是石头 你就不用重新来了 所以像我现在有土壤的话 最先进来的生物 就不用从第一开始 一进来的生物就是草 草的种子一掉 就直接发根萌芽 那除了我刚刚讲的森林火灾之外 像废根地也是 我今天收割了 稻子价钱不好 明年我不重了 放在那边拉坏掉 只要几个月 可能一两个礼拜吧 你的农田就变草原了 草很快就长出来 为什么长那么快 已经有土壤了 养分丰富 草的种子掉下就发芽 然后很快的桥木 灌木就进来 很快桥木进来 所以一个废根地 或是一个森林火灾后的森林 几周后就变草原 几个月后就是蚌原 就是那个灌木就进来了 一两年就有小森林了 很快 因为这边已经有 生物生长的基础 已经有土壤了 所以它的阶段 比较少 比较单纯 时间很快 就会变成一个巅峰群集 这个叫做次级小长 那这个图也是 废根地为例 很快几年内就变生林了 好 那小长分为初级跟次级 我们就介绍到这